别忘记三连哦 童谋的创作原型是谁 童谋一直过着歌舞升停的日子 人类时的他非常喜欢喝酒 但变成鬼后 摄取人类的食物就会发生呕哭 所以改成了用酒水沐浴 除此之外 童谋还对营养价值丰富的女性相当感兴趣 导致大量的少女命丧其口 这样的设定 无异与平安时代的鬼怪首领 酒吞童子极其相似 传说中酒吞童子会化作俊美少年 去引诱人类中的处子少女 当这些少女堕入魔窟之时 会被酒吞童子割下某些比较隐私的部位 当作食物享用 由于酒吞童子嗜酒 少女们的鲜血还会被他掺入酒水饮下 而贪吃嗜酒也成为了酒吞童子最大的弱点 名将原来光利用了这一点 带领手下与酒吞童子斗智斗勇 假意献酒 实则让其喝下毒瘾 最终成功将酒吞童子斩杀 要貌俊美 喜事少女 贪酒 因食欲而丧命 无异不弃和童谋的各种设定 童谋真正的原型角色一目了然 最优画一项 与心 底檐 胃